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发展中国家 如何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寻求新的致富之路 特别是中国如何以其独特方式持续崛起 从纽约时报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 到外交事务对中国经济韧性的探讨 再到日经亚洲对一带一路倡议下 雅加达至万龙高速铁路项目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面且互联的全球经济途径 接着我们来谈谈科技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美国对TikTok的未来动向 日经亚洲的TechLadies节目中 主持人加登的各某和科技通讯员 也爱反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揭示了这家社交媒体应用在 媒体应用在美国的不确定未来 以及它如何在技术、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交织中 寻找立足之地 最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商业和国际政治新闻 中国大联曼达集团从中东获得了巨额融资 显示出中国成功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能力 而日本时报报道的哈瓦那租格政 则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涉及国际间谍战和安全的谜团 这些故事不仅是头条新闻 也是理解当前全球环境下各种力量如何运作的窗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发展中国家正在编写一本全新的致富手册 而中国则持续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崛起 从纽约时报的深入分析到外交事务的精彩评论 再到日经亚洲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具体项目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面的全球经济图景 纽约时报指出传统的发展模式 即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并出口产品的方式 可能已不再适用卡 可能已不再适用 这一模式曾助力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 以及中国等国家取得巨大成功 但随着技术的变革、供应链的转移 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出现 这一模式的未来成功受到质疑 制造业在全球产出中的比例正在下降 而中国已经承担了其中的重要部分 这意味着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成为净出口国 或提供最低工资和成等 与此同时外交事务上的一篇观点文章 强调了中国经济的韵性和持续增长的潜力 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但预计其未来几年的增长速度 仍将是美国的两倍 文章作者内科尔索尔里指出 许多对中国经济潜力持悲观看法的人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比如中国的GDP在2023年比2023年比2019年增长了20% 而美国仅增长了8% 此外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消费都在增长 私人投资在排除房地产后增长了近10% 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在这些项目方面 日经亚洲报道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雅加达治万龙高速铁路项目 该项目自2020年10月启用以来 已运送了200万名乘客 列车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 这条铁路不仅是中国与印尼合作的典范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调成果之一 印尼政府已经同意与中国进行可及性研究 计划将这条线路延伸到该国第二城市 东涨华省的首府苏拉巴亚 这些报道和分析显示了一个多层次 互联的全球经济体系 其中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新的增长模式 而中国则在持续展现其经济任性和影响力 影响力无论是通过内部增长 还是国际合作项目 这些国家都在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并为自己的人民寻求更为好的未来 在最近的科技新闻中 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是 美国可能对TikTok提行出售或禁止的措施 日经亚洲的TechLadies节目中 主持人扎登、纳格莫与科技通讯员 亚艾范尼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 他们探讨了这一措施背后的背景 及其对TikTok未来的影响 这场讨讨论积示了TikTok或面临的不确定性 以及这家由字节跳动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 如何在美国的风雨飘摇中寻找立足之地 这是一个关于技术、政治和国际关系交织的故事 对于追踪亚洲科技新闻的读者来说 了解这些细节至关重要 而在商业领域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近期完成了一项重大交易 从阿布扎比投资局 Ediria和穆巴达拉公司获得了83亿美元的融资 用于其商场业务 由日透社的报道所述 这笔交易不仅为万达提供了急需的资金 还想争助中国官方成功吸引中东投资进入国内市场 在美中关系寓意紧张之际 这笔资金为万达提供了一个安全网 此外 这次交易反映出投资者对于万达商业模式成长前景的看法 这不仅是一个商业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国际投资流动和经济外交的故事 另一方面 日本时报报道了一个神秘 且引发广泛关注的话题哈瓦那综合症 这一症状首次在2016年被报道 当时驻古巴的美国外交官员报告称 他们出现了不寻常的病症 包括头痛视力问题和听到奇怪声音 最近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 这些症状可能与俄罗斯情报单位有关 尽管美国国务院坚称没有外国行为者对此负责 这一发现却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现代间谍战和国际安全的关注 哈瓦那综合症不仅是一个医学谜题 也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和情报活动的复杂故事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技术 商业和国际政治如何在今日事件相互交织 从TikTok的未来命运 到万达集团融资的背后故事 再到哈瓦那综合症的神秘起源 这些新闻事件不仅是头条新闻 也是理解当前全球环境下各种力量如何运作的窗口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布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op一方 靠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